歷時四年建設 臺積電亞利桑那廠 傳出好消息 不但落成 更即將進入下個階段 根據外國媒體報導 亞利桑那廠這批試產 晶片的客戶就是蘋果 小批量生產iPhone 14 Pro A 十六晶片 雖然人處於測試 階段 數量不多 但背後的意義 可說是非同小客 同時專家指出亞利桑那廠 產品量率表現優異 與臺灣 臺南廠相當 和三星 英特爾同臺較近 也很有競爭力 不過說到蘋果 最近火熱話題就是iPhone 16 iPhone 16系列手機上市前就引起轟動 不少網紅已經先幫大家開箱了一輪 三大電信手賣會也將在九月二十同步登場 這讓台積電美國廠的話題再次登上國際版面 華視新聞 紅旭旅轉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